看出,第一個是在這個地方一定是1,再下一個8 再來的話就是14的倍數 也就是1再加上14 然後15再加7的話,那就是22 有沒有,所以其實它有固定規則 那固定規則的話一定是18 然後再來再加14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向右的話其實你可以插入函數 可以找到我們上個禮拜講的Column Column的話當然這邊是1,2 第一欄第二欄 可是我主要是第一次的話 主要跟7有關係 也就是說第一次不加7的倍數 那第二次的話幫我加7的一倍 所以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們可以把Column乘上7 那如果乘上7的話 你會發現它就7,下一個應該就14了 有沒有 可是如果我今天是希望1跟8的話 那我要怎麼讓它可以1跟8 你想說在減多少,減6嗎 看一下,打勾一下 減6之後的話向右拉 1跟8,其實這樣也可以啦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規則 我比較習慣是這樣的 就是我會先把它目前所在的Column 先減掉1 然後再去乘上7的倍數 就是要不要增加幾倍 要不要加7的倍數 然後最後再加1 然後打勾 其實這樣也可以啦 所以你只要把1跟8這個規則做出來 向下填滿它是對的 這樣就可以了 只要是18,18 然後下一個的話就是說 往下一列的話 幫我加上14的倍數 也就是說只要原來這一列 不要加14的倍數 因為等於是向下一個吧 下一個一定是多少 15嘛 再下一個的話 再加上14 就是29 有沒有 所以後面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再加上Row 所以往下一列的話 那我們基本上會用Row Row小瓜糊 那小瓜糊記得乘上14就可以了 不過特別注意 你現在所在的這一列 不需要加上14的倍數 所以記得把Row怎麼樣 先歸零 減1就對了 那記得減1 這個地方 一定要先加一個瓜糊起來 有點複雜 不過當然如果你規則建立好之後 後面就簡單了 那向右 也就是說這一列 它並不會加14的倍數 下一個的話 它就會加14的一倍 有沒有 這邊也是加14 向下一個加14的兩倍 29 有沒有 然後36 再加14的三倍 以此類推 所以理論上 只要你這個架構 有做出來的話 那基本上 後面就簡單 那後面的話就是說 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把它減下來 放在那個MID的函數 所以剛剛那個 最近使用過的好了 MID 然後資料給它 記得這個按F4 前後加前的符號就對了 那固定幾個字 一定是七言的 所以七個字 然後哪一個字開始呢 就是剛剛那個規則 所以把它貼到第二個參數裡面 按確定 所以向右的話 你會發現 應該就對了 然後再 求不得嘛 再來什麼 楊加油女 有沒有 出掌成 後面就對了 所以底下的話 就讓它向下填滿 還沒到 反正它過頭的話 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總共的話呢 有幾句啊 六十 所以應該是乘二嘛 一百二十句 所以總字數應該沒錯了 好 那這樣最後看到的結果 就是我要的 所以你最後做完之後 那你可以再 再把它框一下好了 也許就是再加一個框線 這邊也加一個框線 或者甚至這邊加個底色 OK 這來源 有這麼嚴重嗎 好啦 沒關係啊 反正就是換個顏色就對了 OK 反正就是 這邊是來源 那這邊最後做出來 結果就這樣 所以最後的答案就是這樣 當然我講過 你可以不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樣 反正呢 你第一件事一定要E8 然後再來下一個就是 下一列增加14的倍數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OK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我也會把那個 剛剛完成的這個畫面 放在那個 110的下面 110那個 這個 雲端白板的下方 休息一下 那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我們 Island